印尼总统佐科多次感叹 他主持的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G20峰会 这个最艰难体现在俄乌冲突 新冠疫情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挑战上 也体现在20国集团成员的分歧上 特别是某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 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导致连一张与会领导人的全家福都没有拍成 20多年前G20初创时是为应对金融危机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举行的是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到了2008年又一场金融危机爆发 波及全球 为应对危机G20提升为领导人峰会 在2009年4月的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 成员国们迅速达成了应对危机的行动计划 愿意共同拿出5万亿美元提振经济 向IMF额外提供1.1万亿美元 并加强金融监管 奥巴马曾经在回忆录当中说过 还在会上收到的最好消息 就是中国同意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5个月之后 2009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 领导人们第三次会面的时候 将G20正式确定为 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当时G20领危受命 秉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 将华夏悬崖的世界经济 拉回到稳定和复苏的轨道 20多年后的今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类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冠疫情 经济疲软 地缘冲突 能源危机 各种问题交织叠加 各国考量各不相同 国际合作受到干扰 今年的峰会 更是一度笼罩在 地缘政治的阴影当中 美英等国先是施压印尼 将俄罗斯踢出峰会 又是策划在会上 与拉夫罗夫对峙 尽一切可能孤立俄罗斯 好在印尼方面顶住了压力 从总统到媒体 一直敦促部分国家 表现得灵活一些 不要在会上使用 过于强硬的措辞 毕竟这是20国集团 不是7国集团 俄罗斯还在呢 G20与G7不同 G7是一个精英俱乐部 由7个老牌的发达国家组成 而G20的成员 涵盖面广 代表性强 其主要的吸引力就在于 发达经济体 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可以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齐聚一堂 共商共义 本次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聚焦发展 这一重大主题 深入阐释 推动全球发展的 中国主张和倡议 回应了世界各国人民 对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期盼 展现中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责任担当 甘蔗同学生 相谋 陈从长 习近平主席 在发言中引用的 印尼谚语 就道出了这样一个 朴素的真理 分裂对抗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团结共生 才是正确选择 为此习近平提出了 应对重大发展挑战的 三大关键词 包容 普惠 有韧性 中方还在峰会上提出了 20国集团 数字创新 合作行动计划 就数字转型提出了 三大倡议 旨在推动 数字技术 创新应用 实现创新成果 普惠共享 二十多年来 中国一直是G20的坚定支持者 在历届峰会上 一次次的为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这一时代课题 贡献着中国方案 任何一场峰会 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的 解决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 但峰会的一大意义 就在于 大家齐聚一堂 面对面交流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共商共义 迷合分歧 实现互利共赢 就像东道主 印尼总统佐科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 对话是在任何棘手问题上 取得进展的必要前提